有一個大名在電腦上打入 關鍵詞出了一個字叫成熟 什麼叫成熟呢? 英文叫mature 表情給眼中什麼叫成熟 我自己看回 你覺得自己成熟 拍拖來說 我覺得沒有的 女生覺得你不滿意 她就說你不成熟 例如那部電影 7點做 我6點下班 隨便吃快餐 她吃完 看完電影 她說 我覺得你和男主角一樣不成熟 我想 成熟這個字的意思 其實跟野草一樣 什麼是野草 只是那一刻那時候 種野的人不想要的草叫野草 沒有一種特別草叫野草 女朋友哪時哪刻不喜歡你哪樣 就說你不成熟 所以我覺得 我也不想說你很無奈 你想最喜歡成熟的男人 你會找到阿伯 60歲就成熟 對 你有一條60歲 你就嫌他老 那就要年輕力作 因為年輕力作 會令你 在某方面 快樂很多 你完了之後 穿上衣服 又覺得他不成熟 那 是不是做人很無奈呢 我想成熟 有個字是很失敗的 例如去大學上學 年紀大小學生 叫做Mature Student 成長和成熟 不關事嗎 Mature 例如你21歲又去年紀大小學生 都好像當作Mature 是啊 他終於過了年紀 一點都不算是Mature 對吧 是啊 那你怎麼看呢 他都是受害人 我整天被女兒說的 現在我不夠成熟 這句話變成了一個流行 很容易用 因為你有影響力 很容易用這個字 別的情況都可以用 其實原因是成熟這個字 是一個很寬的一個字 我有想過成熟成熟是甚麼意思 我覺得很基本地 我們可以首先將它分類 我現在可以想到兩項 一種叫Emotional Maturity 情感上的成熟 另一個是Intellectual Maturity 才智性 智商上 知識方面的成熟 不同的 你問我Emotional Maturity 情感上的成熟 我會說是一種 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不會是情緒的奴隸 不是法蘭紮 不是法蘭紮 不是Slave of Emotion 那就是情感上的成熟 即是不會在機艙上 那個空姐困到你 就趴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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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會在機場地近那裡 等兩個小時趴趴趴趴趴趴 這些是低等下等人 沒錯 但Intellectual Maturity 他可能五六十歲 這些大巴大叔 但一樣是同五六歲 對 無關年幾次 沒錯 這些嬰兒子死小子 在商場裡 嘩嘩嘩嘩 沒錯 沒錯 但這個確實是 隨著年紀 是更加有可能 認到你在成熟上 是成熟 我覺得這個是人生 研究 但Intellectual Maturity 未必越大越有 這個真的無關 我覺得就是你能夠用reason 是吧 你理由 是吧 用用用用 還有這個 去分析證據的能力 這些東西未必你越老 就會越有 對 對 律師就是這方面 要進步 嗯 要日日進步 我想經常用mature 他們經常用adjective 很少人想個verb 其實mature是個verb 我們清英級說一下 清字 譬如我們中國也有一句 激日生 日日生 游日生 今日的我 打得再日的我 沒錯 我覺得 有時候 在中國社會 香港 是很難有言論 有一個人 你提出某一個人 你不同意 或者他覺得自己沒有人騷 他會很歇斯抵你 五、六、十、六、七、十幾的 你會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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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如果你回答他 你自己跟他一齊 那麼成熟 嗯 你發覺有這麼多人 就是 intellectually immature 他claim自己看過書 甚至是才子 但是你看 他跟他 在discree的時候 他馬上人身攻擊 嗯 嗯 那結哥 好像一個 淌蹄的 悲 那結哥 如果你是遇上同樣的情況 你是會 用其中一套 一派哲學的看法 就是說當對方不是用理性邏輯 來跟你對 的話呢 你就不會 用回理性邏輯 沒有的啦 要是看心情 哈哈 如果心情好 就覺得 在等待人 有些多餘的時間 是 你就挑逗他們兩句 看一下他的樣子 就是面目 漏觀 那個 comical 那個叫 comical feeling 如果不是有正經事做 一幫都沒有 你啊 沒有辦法的 這些 沒有得爭 這些 有很多事情 沒有得爭 尤其是大家沒有 一個共同的基礎 這些 政治意識形態 偏激 那些 是沒有得爭 對 他說 所有地主階級 都是罪惡的 那你說不是 不是個個地主都是吸血鬼 他說不是 這個是一個壓迫的階級 因為馬克思這樣 馬克思是不是你老爸 他說不是我老爸 都是一個上帝 那就沒得爭 你搬到一個上帝 沒有理性 是不是 因為我告訴你 沒有證據顯示 上帝是用六天做了這個世界 那你死人都說 是有這樣的 是有這樣的 那你問你有理信 我看過圖我有我 即是誰 我有我理性 這樣想 所以現在這個聯繫 就是擁有 intellectual maturity的人 越來越少 是吧 你要和他講道理 你周圍四位的人 講道理的人 一個小 有些以前好像講道理 現在出現某種生理 生理的動作 或者路撞 或者不知做什麼 就是思覺失調 沒有了 這樣的產品 是吧 所以為何說這個青天會 我看中你兩位 因為你現在還是 young enough to be intellectually mature 是吧 這是你很珍惜 不是old enough 是young enough 這一方面我就 其實是比較困擾 我覺得 我覺得 在面對這種情況之下 對方無理的攻擊 我覺得 一方面 你好像 蘇格拉 突然 永遠都是 要用理性 去 反擊 對方 不會是 用任何其他招數 永遠都是 seeking the truth 什麼是真理 就一路去講 另一方面 很多人 今時今日的人 都會跟你說 浪費氣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什麼事就算 有得別人怎麼說 我有時就覺得 矛盾 說又不是 說又 有時有得人說 你 你我為止 都幾多年 因為周圍的人 缺乏一個 基本的 判斷力 三人成為 是吧 很多人說 你臭小子 有人 萬一般 你臭小子 分一分鐘 你媽媽都說 你是一個臭小子 方言 說一千次 可能會偏真 沒錯 那這都不是你的錯 是整個社會 與目的錯 那時候是怎樣 他想起 君子不立 藝場之下 都是考得到大律師 好像師傅 青紅師傅 是吧 找到 在一個 講道理的國家 叫做 英國 買一座 武功 給高人 青紅師傅 好東西 教得這麼聰明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 青英會 繼續青英